突然建议出新猎手的我称为双炮猎手 先把A码丢在地上附魔 现在施加一层魔法 装装子弹 现在我正式成为了双炮猎手 一炮爆头899点血 手刹两发子弹就完成了 要换别的枪戒得突出个一桌子 换龙溪猎手还得打好几发榴弹炮 所以说这双炮猎手 比现在所有的猎手都要厉害 甚至你不需要等最后两名变身 开局就可以变 这把贼双炮猎手 一局实弹杀 积分也快超过了一万分 进来打头 打头伤害是爆炸的 现在怒气值是满格的 一发爆击能爆一千多血 打别的位置伤害就要低许多了 打四肢伤害就一两百点血 尽量还是打头 尽量来了个魅影 近距离还是有点胖 战术性拉扯一下 这边有个恶意组队 那顺路一块把它收了 开着护盾都爆了这么多血 两发就秒了 在这边等他回了 最重要的是龙溪猎手 超远范围内榴弹炮基本打不中 超级猎手也是一样 只能近战有用 而我们这双方的猎手就不一样了 射程由300米 300米之内伤害都爆炸 已经是超级11连击了 根本不用等到最后两名变猎手 而且这局也出现不了猎手 出击的狂爪只需要一发就秒了 这肥仔还需要尊重一下 有点打不动 刮过来又中了他们的圈道 那抓我AMR回头杀 超纯10分连接 请问大家这波托作能不能值个点赞啊